可以看到这个像唐人街这种 相对比较旧城区 相对比较干净的区域 它的这个地上真的是一片幽黑 十分十分十分的脏 然后可以 这个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流浪汉 好 好早安 早安 想要吃饭吗 不,我只是想要吃 中间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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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尼要喝意识咖啡是非常难的 所以还是星期八课吧 这一杯卡布奇诺中杯的差不多五个奥运 今天这个家酒店有什么展会吧 你都供四百零 要不是保险传销 在印尼打车还是很方便的 只要你下载那个Grab 绑定你的Visa Master信用卡 或者是借记卡都可以 然后就不用用现金 直接手机支付 非常的方便 Grab也非常好打 那个摩托车汽车都有 你看它的这个交通有点奇怪 因为从交通规则上来讲的话 我过去它要崩溃了 好了我到了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北部区域 在这边找一家这个餐馆 Legend Kitchen 听说它的这个咖喱面不错 它这个好像还有肉骨茶 马来西亚的肉骨茶 很多卤味 传奇瓦堡肉骨茶 传奇肉骨面馅 传奇咖喱面是 我来自槟城 这是马来西亚的餐 我来个这个传奇咖喱面吧 海鲜鱼鸭鸭水 I'll get a牛肉 sorry 面 which one is better this one is better 其实我刚刚就发打车的时候就发现 亚加达这个印尼亚加达的道路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不怎么适合大家来自驾 所以还是打车最好 它有很多很多单行道 然后这边人的行车规范也不怎么规范 而且很多摩托 道路的交通情况确实太复杂了 还是不要在马来西亚加达自驾 这边是这个点的这个牛肉咖喱面 这份是七万 七万四千多笔 它的牛肉 只有两块牛肉 七万地上 差不多都是七刀 三十多澳币吧 不 三十多人民币 尝尝它的这个牛肉 我感觉踩雷了 这个牛肉好柴啊 粥排咖喱面 牛肉真的好吃好吃 嚼起来也有点费劲 根本就没有炖软 再让它给这个sauce 嗯 这个咖喱面应该不是马来西亚的特产吧 但是我高度怀疑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开的 这顿吃了15万亿利顿 相当于15刀 差不多澳元七十来块钱 所以说这个印度离家的物价还是有让让人看不懂吧 因为按理讲的话 这个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大概也就四千来美金吧 相当于不到马来西亚的一半 相当于中国的大概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样子 但是它的这个消费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一点 我觉得它的消费水平 不要让人多想吃 A T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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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我来到了 印度尼西亚雅加特的天安门了 巴塔维亚老城 我被塞死了 真的 我要被塞死了 他们这边的女生还要穿长裙 这个是 他们怎么忍得下来 真的好吓人 如果说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特 还有什么景点的话 那这个巴塔维亚老城 肯定算是最著名的一个 因为大家可以环顾这个周围 以这个广场为中心 四周有很多殖民地风格的大型建筑 这个就是当时的和属东印度公司 他们所修建 他们占领雅加特之后 修建的巴塔维亚老城 因为众所周知 这个河南 不是 说错了 这个印度尼西亚被河南殖民了三百多年 他们真正宣布告独立的话 其实都到了1945年了 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不久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 他们就宣告了独立 之后这个印度尼西亚人 与那个河南人打了差不多三年的独立战争之后 终于他们在1948年 1949年还是48年 正式宣告印度尼西亚完成了事实上的独立 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呢 它就是当年的和属东印度的总督府 然后旁边的各种殖民风格的建筑 目前已经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然后当然到现在的话 广场上也有各个地方的游客 很多小贩聚集在这里 然后我想有一说一的就是 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 它的卫生环境相当糟糕 毕竟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标中国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北京的天安门 或者是紫禁城这块了 它的地上这个乌迹相当吓人 整个雅加大我觉得可能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我还是来这个树下来 我还是来这个树下来说吧 不然我会被塞到崩溃啊 真的是崩溃 差不多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河南人 留给印度尼西亚的遗产了吧 说起来这些欧洲的殖民者也算是牛逼啊 当年二战之后这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雅加大被日本人占领 然后日本人实际上他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来讲的话 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河南人也是牛逼 当时二战都结束了 他们居然还想回到印度尼西亚 重新殖民这个地方 所以跟印尼人打了三年的独立战争 我不知道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人 他们痛不痛恨当年的这个荷兰殖民者 所以现在除了这些古迹之外 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度尼西亚了 打个摩托车系中国城 我现在这个唐人街游客商场里面 刚刚外面太热了把我热爆了 在这里被这个密水冰村买出 所以来这个东南亚或者来印尼 你都要对这个天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这个气温的低估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你旅游计划的影响 比如说现在太热了 真的受不了 我得回酒店休息一下再说吧 这边有叫牛肉丸 还比较有名的一家牛肉丸 店 牛肉丸粉店 你也知道它这个招牌 叫这个这个 这家的感觉 谷歌上的评分比较好 口味比较好 忘了跟大家说了 这个印尼的 他们这边食物的分量比较小 你可以参考泰国 对吧 这个三万一份的牛肉丸面 加了一个一碗牛肉 分量是比较小啊 我试试它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巴塑口 就好像是牛肉丸的意思 这个在印尼特别的注意 这个是五万卢比一碗 的一个应该是有流乐狗 和一个流磅狗 五万一碗 对吧 五刀五澳元 25块钱 我觉得这家的味道还可以 牛肉骨炖的特别特别的鲜 特别特别的香 我和这个牛肉粉吃完 它六万五千卢比 三十块钱 还可以